一 三 二 一 鳴腔聲響起 新一區社區全民健走 正式出發 集合地點成功國中 集滿了上千位民眾 民眾新家代卷 扶老兮幼 厚厚蕩蕩 正式出發 今天是我們運動和台灣的 第三場新一區的健走 我們之前安卵區 還有我們的中餐區都辦完了 今天我看這個人數 到外面去應該有將近三千人 而且我們在 這個新一區連續兩年沒有辦 因為體育場休禮 所以我們今年把辦來成功國中 走到海門天前 來為差不多將近四公里多 希望前世的市民 大家來運動 身體會健康 越來越疫情 越來越平衡 希望大家都走出來 我們下一場 在下個星期六 26號 人愛區 在4月9號 安樂區 在常樂國小 人愛區在人愛區工作 希望全市的市民 大家來運動 地方民代和貴賓都到場 共襄盛舉 推廣運動 那其實在疫情的期間這兩年 大家在這個生活上也不是很便利 那現在疫情有逐漸趨緩的狀況 其實我們應該要多倡導 市民要來戶外走走 所以今天的這個健走活動 我們台灣民眾黨也特別來 帶領我們的團隊 來跟這個市民一起同樂 來這個 透過運動來維持我們健康的身心 疫情已經慢慢緩和 所以呢一到週末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出來運動 那我們也鼓勵呢 所有的好朋友 加入我們愛台灣的這個運動的系列 那出來健走 各區都有辦很有意義 規模很大的健走 那我每一個禮拜也都出來 跟大家一起參加 出來健走的時候 感覺到非常開心 而且跟很多民眾的互動 那大家都覺得說 在這樣子的好天氣出來健走 是非常的開心 現在疫情慢慢解封了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好好去運動 那佩祥身為一個很喜歡打籃球的 前籃球運動員 那我是鼓勵大家 多出來動一動 這樣子不管讓你的體質 還是體力 還是體型 都能夠變得更好 那不只是對抗疫情而已 而是讓自己身心 跟壓力都能獲到最大的解放 有別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是因為那個體育場 那因為在整屆 所以我們這一次改在我們的 成功國中來集合 然後走我們沿路上的中正公園 那我們新義區來講的話 這個中正公園的那個景色非常的美麗 當然在健走同時之餘也不忘 就是來多看我們基隆市的這個美麗的風景 今天這個新義區的健走 因為疫情已經稍微緩解了 所以這是第三場 我們看到人比之前也蠻多的 所以這個風氣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祝福大家越走越健康 開場由柔璃球及各團體 帶來的精彩表演炒熱現場氣氛 包括救國團七個區的會長 都到場響應 那救國團我們七區的會長 今天很高興也擔任這個協辦單位 那相信今天的天氣風和日麗 也希望大家走出戶外走出健康 除了有腳踏車大批的摩柴瓶 金融市衛生局等單位 也在現場為腳宣導 及預防壓軸病檢查 我們有設關卡 有關於煙害防治的部分 跟私自宣導 那我們透過闖關的方式 來宣導讓民眾知道 二代戒煙 以及戒煙救癮 還有戒煙對身體有什麼樣的好處 希望讓民眾能夠更健康 希望民眾除了說早起 我們一起來運動之外 也要注意到自己的生理健康 例如我們衛生局在這一次特別邀請了牙醫施工會在這邊 幫民眾做健康的口腔健康檢查 包含你有沒有牙周病 以及怎麼樣的正確刷牙 讓民眾都有一口好牙 民眾浩浩蕩蕩出發 鳳凰獅子會的姐妹們 特別在228公園分送礦泉水 讓民眾補充水分 讓每一位都非常的健康 那劍走跟平常的飲食控制是絕對必要的 那跟我們的獅子會的五大主題做結合 所以非常高興能夠參與今天這樣的劍走 我們在228和平公園這邊設立一個供水站 讓大家活動之餘還要多喝水補充水分 那最近市政府在我們這個議政公園這邊 這個建設的非常不錯 那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希望大家一起出來活動活動 今天新區舉辦建築活動是很好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洪洪二世主委來這裡做助攻 一起鼓勵大家一起出來運動 下一場的建築活動 將在3月26號在仁愛區公所前登場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多運動才能夠健康久久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這邊是公園 大其他工夫 大消ут hade 立場的租策 廿水 國際山伯